澳門薄彩業發達 是世界第一大島城 澳門的薄彩收益佔生產總值大概一半 薄彩稅佔政府收入八成 澳門有多少人從事與薄彩直接有關的工作呢? 2023年第四季,澳門大約68萬居民入面 就業人口有37.1萬 以行業統計,從事薄彩及薄彩中介業的人數最多 有6.74萬人,等於每六個就業人口 就有一個人的工作直接與薄彩有關 要注意的是,這個數字還不包括 和酒店、餐飲等相關行業的從業員